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9年1月13号星期日 今天呢,想和各位聊一聊在澳大利亚买房,如何看房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看房这个事情啊 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因为都是一些无差别的人类体劳动嘛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花时间,然后愿意花点精力就可以去看了 而且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就是说 你想看多少都可以 无非就是说看你愿不愿意 所以有时候如果懒的话呢,肯定就不行 就是如果你想买到合适的房子 特别是如果你想投资的话 就是想买到能够帮你赚钱的房子 就基本上,呃,全要靠这个看房看出来 就是说那个房子啊,不会动掉你手里面,对吧 所以呢,要你就是付出自己的劳动 付出自己的努力,付出自己的时间 然后呢,就一个一个房子去挑 那这边讲一下如何去看房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房这个问题啊 现在来说,真的比以前简单很多 呃,现在呢,就以前啊 可能你还要,就是不知道房源 哪里有房源,对吧 然后呢,你还可能 就是不知道房源信息 但现在呢,就是一个手机 一个APP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就比如说,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当然你要下载两个APP 一个是这个链家 然后呢,一个是,比如说我爱我家 可能还会看一些其他的这个 这个房源的这个 呃,信息 但是呢,这个我爱我家和这个链家 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对吧 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 可能信息比较全啊 然后更新的比较快啊 还比较正贵一点 那当然这个链家的信息是最详实 最相对来说啊,比较可靠一点 所以呢,就是说 如果你通过在国内的话 通过链家看房 然后呢,比如说 如果你看到合适的房源 然后呢,可以通过链家 这个即时的这个沟通工具 跟当时那个中介来沟通一下 看看有什么你需要了解的信息 然后呢,再约时间地点去看房就好了 那澳大利亚呢 基本上这个情况呃,也差不多 但是呢,唯独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说,他那个房源呢 没有,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 因为澳大利亚相比来说 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中介 各自为证,对吧 没有像链家这么大的一个中介 所以呢,就是每个中介呢 把房源挂到统一的网上 举个例子 比如说澳大利亚最大两个门户性的网 房产的门户性的网站 叫reestate和那个domain 两个网站 然后各位可以在这个 google里面去搜一下 然后呢,这两个网站 基本上就所有的那些中介 无论是大中介还是小中介 都会把自己的房源呢 逛到这两个网站上 就是你在看房源的时候 你就看那个房屋 所属哪个中介,对吧 有的是大中介 有的是小中介都OK 然后呢,这个房屋呢 这个网站上的信息呢 一般情况下会列出这个房子的 所有你想知道的信息 比如说房子的照片啦 然后比如说房子的这个面积啦 还有房子的价格啦 还有房子的这个地理位置啦 以及房子的户型图 比如说是地平面积是怎么样 对吧,就是我们之前 那个视频里面讲过了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他这个是几层的 然后呢,就每一层 比如说那个布局是怎么样的 哪里是客厅 哪里是卧室 哪里是厨房 都写得很清楚 还有比如说周边 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设施 比如说学校距离多远 然后呢,公园距离多远 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超市啊 或者火车站啊 距离多远啊 都会一般情况下 都会很正常的标出来 然后当然还有 就是必不可少 就是一些广告语,对吧 推销这个房子多么多么好啊 多么多么漂亮啊 然后用财多么多么实在啦 反正基本上这些废话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兴趣吧 关键是就是说 你买房 你不可能只看照片 所以你无论如何 那要去实地考察一下 就是要所 我们所说的看房了 那看房呢 它一般情况下 澳大利亚呢 会这样子 它会把这个房子 所有的开放 就是允许你看房的时间 都列出来 比如说这个礼拜六下午 三点到三点半 然后呢,礼拜天下午 两点到两点半这样子 因为每次 每天可能都有开放啊 一般越好的房子 开放的时间越多 因为中介可能会认为 这个房子卖的价格比较高一点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过来看房 所以越好的房子呢 可能开放的时间就越多 比如说一周七天 每天都有半小时 然后呢,如果房子 稍微可能没有那么满意的话呢 开放的时间会稍微少一点 就比如说可能一周啊 开放两次啊 欢迎过来看房 这个都是统一过来看房的 就是说 它不会说一个一个也带看 因为可能 因为澳大利亚 这个看房比较麻烦 就是说 比如说还要开车走 对吧 所以呢 可能就不是说 你想看就直接看 它会把那个时间 列在那个网上 然后呢 你如果跟这个时间 你找一个 和你这个时间 相符合的一个时间 然后去看房 每次看房 开放的时间 大概是半小时 就比如说 它到那个时候 它会把那个房间打开 中介会在那边 登记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登记一下你的驾驶照号 然后呢 就你就去看 比如说 你可以问一下 这个位置怎么样啊 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比如说 什么时候装修的啊 还有就是说 建筑年代怎么样啊 然后看一下周围 有没有你想要的 一些生活设施啊 比如说学校啊 超市啊 车站啊 还有一些 比如说餐馆啊 这类的东西 基本上这样 然后你会去看完之后呢 你可能和中介 再聊聊没有问题 比如说 了解一下价格 中介呢 会依据这个 看房的人数 来判断这个市场怎么样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他觉得这房子很好 可以卖100万 他心理价格是100万 然后呢 结果每次看开放的时候 就来这么一两个人 那可能就 他就知道市场没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心理预期的价格 可能就稍微低一点 如果他举个例子 他比如说 他心理预期的房子 拍卖可以拍100万 好 结果每天看房的时候 每天开放的时候 对吧 都来很多人 比如说每天来个 二三十组客人 那证明这个房源 这个需求真的很旺盛 所以他那个心理价格 可能会提高一点 比如说提高了110万 120万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说看房呢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会 比如说 如果你不想去看房的话 你无论如何 肯定会要了解一下 基本的信息 对不对 就你可以在那网站上去点 比如说你想跟中介 通过那个短信来联络 还通过电话来联络 或者是通过这个 邮件来联络都可以 然后通过邮件联络的话呢 你会向他要一份合同 这个合同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合同是一个 知识合同 就是他会把 关于房子的所有的 这个那个那个历史吧 都会列在这个合同里面 包括这个面积 大小的房主的姓名 以及如何买卖 如何买卖的 这个交易的过程 然后比如说 就是这个 法律规定的所有文书 都会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你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呢 了解这个房屋的前世今生 所以呢 如果比如说 这个文件拿过来之后 一般情况下 会先请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 有兴趣的话 你就会先请 这个律师去看一下 然后律师看 说这个房子OK 没有问题 符合你的条件 可以买 再去看一看 或者说 如果你 你不在乎的话 那请看房 再要这个文书 也无所谓 都可以 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反正就通过 这个网络 这个按钮 可以通过和中间联系 来了解这个房子的情况 可以聊一聊 如果这个房子 比如说 你不喜欢的话 可能如果你关注这个区 然后呢 可能这个中间呢 以后会把他 把你这个email 放到他那个邮箱的 邮件 那个列表里面 下次这个区 有一个相同的 类似的房源 出来之后呢 他会第一时间 发邮件通知你看 那你要不要过去看房 是这样子 然后最近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房 我还觉得蛮满意的 就是各方面啊 比如说面积啊 然后这个装修啊 还有这个房间书啊 还有就是各方面嘛 我都还比较中意 然后呢 我就上网 去跟这个中间联系 比如说 我就给了一些信息 然后呢 希望中间把合同发给我看一看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是一个钓鱼的广告 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东西呢 因为那个房源啊 这个价格呢 因为我一直看房 就是说 我对这个每个 就是我在看房的地区 这个价格呢 还是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 哪个房子的价格 可能稍微高点 就比较高出了 这个地区的平均数 哪个 哪套房源 价格可能中等 对吧 哪个房源可能稍微低点 我都能够 就心里有一个很 就很客观的一个评判吧 然后呢 我那天上网 去看看那个房源 就明显低于啊 低于这个 同一类型的 这个区域里面 同一类型的 所有的这个房源 那当然就是 你能以便宜的价格 买到一套好房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错 对吧 所以呢 我就很 很有兴趣 然后呢 我就通过那个 邮件和那个中介联系 那个中介呢 是个新中介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年轻一点 然后呢 在那个 在那一块呢 可能就是资源 也不是很多 所以呢 他可能啊 就会以这个 低价的房源 来吸引这个客户 什么意思 本来就没人理他嘛 对吧 然后呢 你如果标高价的话 就根本没人理你了 所以他通过那个 低价房源来吸引客户 是这样子 但我为什么会发生 他是钓鱼的呢 因为我给他 发了邮件之后 我说我想看一下 这个合同 如果合适的话 我可能有印象去购买 对不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个消费者的 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 然后比如说 我还说了一下 我的基本情况 就把这个邮件发过去了 因为他那个 网站都很方便 就是你点一下按钮就好了 比如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然后点一下按钮啊 然后你要合同啊 你要了解这个价格啊 你要了解这个卖房啊 都都都很有 这个选项的美 你可以自己点 然后呢 我发过去之后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这个邮件呢 就已经回给我了 然后他说 在邮件里面说 他说不好意思 这个房源已经卖掉了 我还有其他房源 就在这个地区的 应该符合你的条件 比如说你要了四房的house 或者五房的house 或者说三房的house 是这样子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 然后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再给你推荐一下 这我就知道 他们明显是在钓鱼了嘛 就跟国内的这个 这个套路差不多 就中介在没有资源的时候 就通过一些 可能就是低价房源 去吸引潜在的客户 去和他联系 然后呢 他当然就会说 这个房源没有了 卖网了 然后呢 可能就想给你推荐 其他房源 这个应该是 中介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套路 一般来讲 这个房源呢 都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 不会 就澳大利亚那些网站和中介 一般情况下 不会挂一些虚假的房源 在网上面 但是呢 我估计啊 这个房源 应该卖的没有那么快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最近房市没有那么好 对吧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他这个 有可能是说 可能之前卖掉了 一直没有撤掉 或者是说 这个房源呢 可能还 手续不是很齐全 所以他现在卖不了 他只是把它灌到网上 然后呢 吸引一些钱的客户呢 去给他看 发邮件 表示一下这个意愿 然后他可以根据这些 客户表达意愿呢 可以去给 这些客户呢 推另外的一些房子 反正基本上 我在国内看房 也了解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中介吧 就是惯用的一些手法吧 惯用的一些促销手段 来帮助这个促进他的销售 这个业绩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我还会继续来 来关注这些 怎么讲 这些行动吧 看看有没有这个 合适的内容 但是我想讲一点 就是说 在澳大利亚看房呢 可能就 效率没有那么高 因为每个中介的这个房源 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 一个中介代理一套房 或两套房 就是说房源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是一套房源 可能有五六个中介来代理 比如说 链家和我家 还有其他的小中介 都可以代理同一套房源 对吧 就是业主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房源 在很多家中介都挂上出售 就是呢 哪家能卖掉 就跟哪家谈就好了 就这样子 但是澳大利亚不会这样子 澳大利亚一般都签独家的协议 比如说我的这个房源 我要卖房子的话 我跟A中介签了合同了 B中介就不会卖我的房源 等于说 如果你要看我的房子 你就只能通过A中介来看这套房子 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信息相对来说 是比较真实的 然后呢 不会有些 不会有这个 这个中介之间 互相抢 抢客户的情况 是不会有的 但是呢 看房的效率实在很低 就是我们刚讲的 比如说 因为如果 国内有些小区里面 对吧 比如说这个小区 10栋楼 然后呢 可能有好多房子在卖 那我走进一个小区 还终于带我看房的话 三套房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讲过 我在国内一次性 最高纪录 就是一下午吧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看了16套房子 就是效率很高 但在澳大利亚看房的话呢 就有效率相对比较低一点 因为每个中介代理房源 是有限的嘛 他不可能 他手上没有那么多房源给你看 没有七八套房源 可能一个中介 可能也就代理 大概三四套房源 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在澳大利亚看房的话 一天 也不是一天吧 就一次去 比如说一下午的话 大概要 只能看看三到四套房源 是这样子的 而且每套房源隔得比较远嘛 就是还得开车 比如开个十分钟啊 开个五分钟啊 到另外一套房源看 所以这样效率 可能就比较低一点 这个呢 是我基本上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澳大利亚看房的这个 就是小小小的经验吧 还有这些一些 中介的一些 惯用的这个销售的方式 那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 拜拜 我们下次见